夜市的牛排还没有开张 厨师却忙着煎荷包蛋 一边煎好的蛋已经堆得跟小山一样 也小看着荷包蛋 可是牛排摊少不了的配菜 在这里点一颗牛排不要配铁板面的话 老板是一口气别你换成四颗荷包蛋 加上原来就有了一颗蛋 变成了五颗荷包蛋 可谓是相当的实惠 在路边摊售卖的铁板牛排 价格平民 材料和做法却很讲究 一大块的后切牛肉放在烧的火热的铁牌上 主要是用大火让它产生煤纳反应 铁板高温带动牛肉化学反应 火候时间清纯掌握 厨师这一番 牛排立刻披上了薄薄焦褐色 空气中已经弥漫浓郁香气 大块的鸡腿排大火快见 锁住肉汁 还能享受到里层的软嫩 滋辣滋辣的油花声音 成了这家店最响亮的招牌 铁板烧出来的牛排 与西餐厅中常见的牛排有着很大的区别 铁板可以保持三百度的高温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把牛排外皮烤熟 尽量少破坏牛肉本身的芬芳因子 厨师为了迎合年轻人口味 主餐着重在大口吃肉上 为了要增加食客的饱腹感 所以他上面加了鸡蛋和面条 壁盘被烧到热腾腾的铁板 打上一个太阳弹 再放上Q弹寝室的铁板面 最后放上一块滋滋作响的牛排 再淋上黑胡椒或者蘑菇酱 材酸大功告成 大到块盖满铁盘的厚切牛排 有着丰富油花 一入口 同时享受细致与嚼劲的双重口感 从高档西餐延伸的夜市牛排 滋滋作响的铁板 纯粹的食肉主义 充满烟火气的夜市牛排餐 小经济 魅力却不容小觑